关于说看透网络 这一个point呢 我是觉得 我不是说我看透网络 我只是因为当初自己的八卦 搞出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必须要反省一下自己 我不知道谁是人谁是鬼 我唯有拖 跳出框框 不去理会是是非非 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能耐 去看透网络 而你一直强调 你在网络上 玩了这么多年 你还真的是看透网络 hello 脑呢 你说你看透网络 你还不知道网络怎么玩吗 规则 照片呢 照片底下留言跟在live里面 直接说是有关系 有差别的嘛 有没有差别 中横网络多年的老鱼 飘移老鱼 而我呢 在三个月前的网络霸凌 我学会了教训 我吸取教训 告诉自己 不应该再去 胡乱批评人家的恩怨 但是你呢 你说你在网络上被霸凌的 什么流言蜚语都有 你都经历过 可是为什么你完全没有吸取教训 告诉自己网络上的东西 不能看表面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自己 不要那么多次去干涉别人的东西 因为当初 人家说你 堕胎一百次啦 坐鸡啦 赔税啦 什么的时候 你都说不是真的 你知道 百口莫辩 为什么你还能 这么理所当然的去评论别人的事情 别人的恩怨 别人的是非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有问题吗 你本身就是一个很爱找话题 很爱找麻烦的人 但是你就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直接真实 当你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 不妨看看一下你自己的手指 三根手指指着自己的 三十多岁的老姨 谢谢你教会我 网络应该怎么玩呢 真的 谢谢你